我觉得边缘和中心永远都存在 不管一个社会国家有多大或者多小 它都存在相对的边缘和相对的中心的位置 那么中国你想那么大 人口又是世界上最多的 那它肯定就是说提变中心 它都可能分为相对边缘的中心 和相对中心的那个 对吧 提变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它也可能在它的那个卫星的那个部分 它也存在一个边缘的中心 还有是边缘的边缘 所以这个肯定它的复杂程度 根本不是我个人能够全面理解到的 所以我只能说我自己知道的这点 我就觉得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这块肯定是相对边缘一些 但是现在逐渐的可能被主流能够接纳一部分 它比如说政治上不太强调的作品 还有是那个就是对于社会现实触碰冲撞不太多的东西 那它只是技法性的这种作品 还有是材料啊 这种方面呢 基本上主流已经都能够接受了 但是呢 一谈到关于历史啊 政治啊 还有一些现在社会现实矛盾的这种呢 那它肯定还是相对边缘一些 而且只有这种边缘的这种东西呢 才是应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 它发展的最快的那一部分 因为剩下的部分 我觉得那跟那个其他地方 或者说是中国所特有的那种传统那部分 是差不太多的 就是像我觉得就是变化相对少 而在边缘那部分 那它可能是由于能够跟那个最新的东西 然后还有是以前所未知的一些方面 它能够接触到 所以它的变化可能相对多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的群 微信啊这种经常会有一些讨论 还有是就会有一些事件发生 比如说谁又被抓了 谁又被那个怎么了 这种东西按说呢 每天随时都在发生 但是呢 你如果不是很关注的话 好像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有是真正去寻找的话 你会发现太多了 所以即便是你泡在这里头 你都不可能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这种观察 所以 我的感受大概就是这个 对我来说 它既然是变化最多的 丰富性最多的 然后不可预知的那种碰撞 也是最丰富的话 那我即便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它带给的新鲜感也是最多的 然后有的时候呢 你也可能选择 由于就在你身边发生 或者说是有朋友介入到这里头了 那可能对你还是有一些触动啊 然后呢 也可能转化成你的某些思维 这种影响也都是存在的 我觉得首先看它 在这种环境下发生 是不是应该 或者是很有可能 对吧 就是说你比如说 就好像是一个人 他打了别人 那么这个人 被打的人 他产生愤怒 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那么 会不会那个被打的那人 是出于某种需要他去斗那个人 然后再被打 那么这里边的复杂程度呢 我觉得 肯定是有的 比如说 为了吸引注意力啊 或者是什么的 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思考方式 但是呢 就是说 在这种大环境下 是不是 某些特殊性 还包括政治上啊 还包括法律上的某些方面 因为你既然是边缘 你肯定又是触碰到了 肯定就不是最中心的那个位置上 就是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它是在边缘 那它有些案例啊 有些变化呀 是原先不可预知的 而且它还跟具体的那个人有关 这个人是怎么着 那如果说是 它是有些策划呀 或者说是 甚至是主动的挑 挑起一些这个呢 那我觉得在这个中国 它发展变化最快的这个时代嘛 有点这种东西 也挺好 这个人是西团内衣服的 这个人是西团内衣服的 这支 Agent 我以为这个人络界を 不着 有些人 一又是 你 那没有 你 把这个人络界都受不了 谁 就